完全反映了苹果日报这种没有水准的媒体 还在问我的私生活 要不要问我几岁之前还是处男 韩市长 您就任八个月就违背了对高雄市 就请假代职参选 违背了对高雄市民的承诺 您个人与新装王小姐的金钱往来 参与的友人也说您的家人事前并不知情 请问您要如何说服选民 您当选之后不会欺瞒选民 也不会违背对台湾人民的承诺 谢谢苹果日报的提问 完全反映了苹果日报这种没有水准的媒体 我谈的是大海 国家的发展 总统的领导 总统的派系被包围了 未来中华民国的前途 你跟我谈的是一个漱口碑的问题 问我的私生活 你为什么不问我初恋几岁 你为什么不问我结婚之前谈过几次恋爱 你为什么不问这些问题 自从黎智英董事长带了苹果日报跟一周刊进了台湾 把整个台湾的媒体弄得新风协议 弄得八卦新闻 害了多少人 这个家庭失和 苹果日报几十年来 进到台湾市场 就是在这里 今天总统大选提的题目 还在问我的私生活 要不要问我几岁之前 还是处难 无聊 抹黑 造谣 非常没有水准 让我大失所望 我们对苹果日报 在一两个月前已经正式提出法律告诉 我知道 你们喜欢八卦 你们为什么不要只看到韩国瑜八卦 不看到蔡总统的八卦 哦 你们怕得罪当权派 你们拥有两种标准 亲爱的台湾同胞 苹果日报这种没有水准 专门造谣 重伤别人的媒体 你们要用智慧唾弃它 而且要看不起它 知识分子这些记者 良心被狗吃掉了 劳工 蔡英文总统说 是你心中最软的一块 错 劳工手上神圣的选票 对你来说才是最甜的一块 今年有四万家公司工厂会倒闭 韩国瑜提出的政策 非常符合劳工权益 如果放无薪假 保证收60%工资 保护劳工 93%劳工现在拒绝 自己 办理所谓自退的基金 为什么 他们不信任政府 未来韩国瑜会跟雇主 劳工本人 我们出3% 劳工出3% 雇主出6% 合起来12% 存在你劳工的户头 每一年补助劳工 10800块 第三 劳工 我们要考量 尽可能招商引职 带动这个大水库 整个台湾经理体起来之后 劳工的条件 会有所改变 韩国瑜绝对跟蔡英文不一样 我会以劳工 农民 渔民 庶民 为第一执政优先考量 谢谢 给ira 评论 群 笔 调 到 毕 ст fís сов 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